科学的源头是哲学 这个了解过西方科学史的可以知道 我们有机会再去整理它的脉络 哲学 科学 终极考问是什么 人是怎么来的 你是怎么没的 这辈子来干什么 他始终找不到边 甚至找不到方向 中国老祖宗说了 人从道而来 人回道而去 所以说你来干什么的 他是受很多因素影响 我们用佛家的这个方便说吧 人首先从天地而来 他受这个业力的牵引 业力很大 因为你一世这一辈子今生 岂能盖世时的 你所做的事情 人受怨力的 想往 所向 你要去哪 你虽然现在去不了 但是你要去哪 那都是念 都是你在想 你在做 这辈子来做什么 也是受这两个的影响 看你的念力有多大 能不能做成 能做多少 做的对 还是错 这个日本的一个科学家说 他是获了诺贝尔奖的 当你科学如果是服务于现在的意见 道学 那将会是另一个世界 不会像现在这么搞的这么乱 他我们举一个例子吧 就是跟全学有关的 好吧 这个华裔一个科学家也甚至获了诺贝尔奖 他发现了第十颗星 而我们可以自豪的说 我发现了第十一颗星 因为他有月亮之外 其他每一个星星 代表一个公主星的公位 那刚好是十一个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 那西方呢 用这种思想 就是服务于西洋专星的时候 就这个命理学 星体能量嘛 他就用愿望 已经各种技术 就发现 又爱丽丝出来了 一会儿一个凯隆星 一会儿什么什么 在中国就不存在了 我就寄贡水窝土 我们看得见的 对吧 就行星都会发光了 然后对我们的实际的影响 其他的我们不管 所以说西方这样一直探 就连他的 他的这些玄学 神秘学 他也是找不到边际的 就是老实现不够 不完整 再来 再来 我们中国的早就定好了 甚至说 有很多的学派 就是一那种 所谓铁口之断 因为大树他已经定了 大树架已经定了 就直断你的富贵生死 穷通受邀 上面有一个元臣宫啊 又叫元臣 元臣宫 下面还有一个生死墓 这一上一下 那就管理了你 所以说他到底是 是哪一个说了算 他占了多少 能不能改 能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去 去改 当你有那个本领的时候 你再说吧 但是这些大的方向 已经定好了 我们说中国为什么不强调 这个具体怎么样啊 然后什么什么 他就是这个大的像 有像的时候就不定这个数 他像已经代表了一个姓氏 他已经是由量而变成智了 你再去计较那些 那些灵头干什么呀 这就是中西的区别 好 那我们就说 这个来怎么样 人真的有灵魂